这是大海上最离奇恐怖的鱼 刚咬勾的鱼正被不知道 从哪冲出来的巨物一口咸住 发了疯的饲养 直到咬得只剩一个碎块才被丢开 没想到全家第一次出海钓鱼 就能遇到这么惊险的画面 虽然这条鱼寄了 但燃起了小哥的肾上腺素 他决定再次尝试 而这回的运气好到爆 一条一米长的琥珀鱼 不到两分钟就钓上来了 这种鱼肉质鲜美清脆 非常适合用来当死身 但很可惜 这只是条幼崽 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 拍完照就放生了 只能等他长大再偶遇了 另一边 父亲此时也正和大鱼搏斗 他经验丰富温如泰山 不断用鱼竿来控制大鱼的优势 没几下的功夫 一条大金枪鱼就被拉到船上 这条鱼可太惨了 直接被男人拉到吐息 祈祷他下辈子运气好点了 正说着 儿子又种一条大鱼 这次的鱼拉得很是吃力 他艰难抬肝 眼看着线轮飞速走线 他不禁期待起上钩的会是什么货色 小哥开始放大招 男人也不断指挥着 Buff加持 很快 一条金枪鱼就被钩上了船 眼看着战果累累 男人也没有望进一旁的小侄子 开始给他示范 他把鱼竿的尖端朝上 这样可以让鱼竿工作起来 保持最大化功力 钓鱼的精髓就是不断变换甘位 敌气我退 敌皮我打的战斗策略 在他的引导下 小侄子逐渐得心应手起来 动作看起来流畅了很多 在几分钟后 就把一条十多斤的金枪鱼钓了上来 今天钓上来的鱼 够一家人吃一个礼拜了 回到家后 男人将鱼肉切成小块 撒上黑胡椒 再加入海盐 涂上些橄榄油 就这样腌制30分钟 鱼肉就在锅里丝丝做响起来 这时只需将鱼肉煎至两面变色集合出锅 这样可以防止肉质变老 保持鲜嫩口感的同时 还会把鱼肉中的水分锁住 一家人吃得赞叹连连 但我还是忍不住说 就做这点真的够吃吗 第二点 尝到甜头的父子俩又早早出了海 谁知这两天 简直跟结乎的大鱼饭中 他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大鱼 一点点拖出水面 谁知下一秒 从海里突然窜出一条巨物 把大鱼的身体一口吞掉 烤纸摇摇 请客间只剩一个脑 被拉上来的时候 水珠还混着血液不停滴落 看得老哥是又惊又怒 错失昨天那条也就算了 今天必须让这个家伙 怎么吞的怎么吐出来 他直接用鱼头当幼儿 果然 强烈的血腥味 很快就吸引来大鱼吞了 看鱼竿的弯曲成功 这条鱼的体型可见一半 男人加紧鱼竿猛摇线 现在正是一场耐力的绝准 他一刻都不敢松心 可大鱼竿摇尔正是体力充沛的时候 扯着鱼线风跑鱼气 连着鱼竿也一股脑子往下扯 男人攻起身体压低重心 拼出一身腱子肉和大鱼全力对抗 终于在十分钟后 把这难缠的家伙给制服了 随着大鱼渐渐浮出水面 男人看清这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巨人石板 不过虽然看不清那强盗具体的样子 但看体型和石板绝无相似之处 说明凶手还另有其意 所以直接将它放生 接着 他又掏出一条两斤多的活鱼挂在鱼钩上 竟等大鱼再次上钩 等到鱼竿传来动静 男人就赶紧摇动线轮 开始了新一轮的搏动 由于刚刚的缠斗 男人的体力还没恢复 于是赶忙把一起出海的儿子叫来帮忙 可怜了出出茅庐的儿子 一下接了这么个烂摊子 巨大的拉力让他一时根本直不起身子 不过好在小哥是有点天赋在身上 他很快就调整好姿势和大鱼开始了垃圾战 在父亲一生生的鼓励中 他最终还是把巨物拿下了 快看 小哥一米八的身高 在这巨物的面前 瞬间显成小人国的了 不过很快他又发现了不得进 是条繁殖期的虎货鱼 不管是出于法律还是人道主义都只能放生 话一未落 小哥的鱼竿就再次种了 鱼竿简直要弯成脱缘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地狱难度 小哥和大鱼艰难搏斗着 每次抬肝都用出吃奶的力气 可依然没能夺回主动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鱼 能让年轻力壮的小哥累得跟狗似的 尼菩萨还有三分火计 小哥彻底急了 他直接骑在鱼竿上 姿势已经东倒西外 现在全靠一力坚持 知道大鱼在做最后挣扎 小哥不想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 他猛排鱼竿收紧线轮 一把将大鱼拽到海面 这是一条大鲨鱼 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刚才作案的那条 但也算出了一口恶气了 这时经过一番休整的男人已经恢复体力 亡者归来 再次下掉后 他率先锁住线轮采用六鱼战术 可是这条鱼游素奇怪 眨眼间鱼线就被扯得滋滋作强 男人深吸一口惊试图爆发麒麟 必把大鱼赶紧制服 可显然 他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定睛一看原地处 场面根本没啥弄转 眼见着男人刚恢复的体力 又要消耗殆尽 他调到现在 已经纯是靠着面子支撑了 这回怎么都不能再被儿子看笑话了 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信念 他家住鱼竿做最后一波 终于在二十分钟后 把折磨得不成一样的大鱼拽出了水面 这老伙计的造型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 肚皮朝上 嘴巴也被扯出一个巨大的伤口 看来又钓了个寂寞 不过虽然最终也没能钓上那条 截湖的大鱼 但经此一战 父子俩的钓鱼技术又提高了不少 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一天的海钓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